說實力 蔡琴的實力誰會懷疑呢 可是有人質疑演唱會假唱嗎 因為有一段影片大陸民眾拍到 是說他們有拿著麥克風和為什麼有他的歌聲 經紀人說這完全是烏龍 是聲控導演出了差錯 蔡琴的歌聲總是讓老中青三代的歌迷聽得入迷 演唱實力無庸置疑 不過有一段畫面最近卻在網路上瘋傳 因為大陸網友質疑蔡琴在假唱 仔細看 蔡琴明明沒有開口 背景音樂卻出現她的歌聲 讓蔡琴好慌張 趕快再拿起麥克風 日前在上海開唱的蔡琴 卻出現疑似假唱的畫面 讓大陸網友不敢置信 因為以前說最愛唱現場的她 如今有這個行為 難道是在自打嘴巴嗎 年華似水流 轉眼又是春風柔 層層的相似也有用 蔡琴的大陸經紀人 陳琴並沒有假唱這件事情 其實是演出導播組的疏失 原來她把前一天彩排的音檔播出 讓蔡琴的耳機裡出現現場 以及彩排的音樂 為了做確認 蔡琴才會刻意把麥克風放下 至於歌聲是前一天彩排預錄好的 蔡琴原本想稱 安口取得空檔跟歌迷解釋 不過現場情緒高漲 她不願意破壞粉絲心情 對於這則謠言感到相當遺憾 相信這個解釋應該能讓 大陸歌迷釋懷不守 TVB的新聞 裝備有楊青 綜合報導